不管是不是用餐時間 員工的手沒停過 忙著咬湯 盛飯 補湯餅 陶客貪吃的嘴 就是等著喝藥燉排骨 中藥包入鍋跟排骨一起燉 裡頭有黃企 當歸 曹果等十多種中藥 不斷揉拌中藥包 讓藥材浸泡排骨 燉煮兩小時過程中還要不斷撈出肉渣 並影響口感 這碗藥燉排骨瀰漫濃郁的中藥香氣 湯頭甘甜不燥熱 排骨軟嫩多汁 一天能賣出上千碗 如此美味就是經過老闆陳佳華 以及老闆娘吳秀鵬不斷改良研發 加了熔野以及枸杞 成就順口湯底 本來是我婆婆教的 老一輩的吃起來是比較苦 他教我們的是比較苦的味道 那我們是覺得說要賣應該要改良一下 老闆夫婦原本從事成衣產業 因為台灣市場萎縮一度負債上千萬 走投無路 三十年前夫妻倆決定 再創另一番新事業拼谷底翻身 那時候姐女說到底是要改什麼 都不會要改什麼 改吃的是認為說大家都要吃 大家都要吃應該吃的會比較好一點 除了要燉排骨 吳秀鵬還研發要燉羊肉 用中藥材去羊肉腥味 吃進嘴裡不會有羊腺味 肉質鮮嫩 湯頭暖心又暖胃 賣一個排骨很單調 有的不吃的話 能不能在家一樣 所以就說要加羊肉 合堂之餘 陶客們還會點這碗乳肉飯 肥瘦適中的豬肉搭配脆瓜 帶出鹹甜滋味 黯然消聞的感動美味 會不斷盤旋在腦海中 滷肉飯可以說一點肥肉都沒有 過得烹飽 過得烹飽的那種 非常好吃 真的喔 對啊對啊 每次的飲料吃一碗 然後我才過癮這樣 不然我不想回去 脆瓜煮出甜味 煮絞肉再放進鍋內加入乳香粉 比例拿捏全品驚豔 醬油燉出香味 最後放在保溫罐 燜煮一個晚上入味就是好吃關鍵 就是我先生講的 他說滷肉飯 我們不要跟人家一樣 一般滷肉 大家都是用比較肥的肉 我先生說 我記得他小時候吃 有吃一種裡面加瓜 脆瓜那個 吃起來也不會很膩 也不會很油 店內只有三藥料理 一半就是三十年 走過人生底潮 用心獲得翻身機會 獲得必比登推薦 靠的是真材實料 打動拋客的味蕾